好,今天我们这个机会 跟各位讲解一下 在Linux上面的进行FTP伺服器的设定 FTP伺服器设定的过程 还有它的基本的设定档 如果我们还要谈到一些进阶设定的部分 也会一并的在这个机会里面跟你们讲 那这边有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因为时速的关系 FTP协定并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一次线上课程的部分 把一些FTP伺服器的重点 能够尽量的cover到 那你们在自习的时候 会比较容易掌握一些重要的地方 那因为考试的过程 很像主导了我们整个上课的过程 但是FTP伺服器协定 这是非常好用 而且是常用的一种协定 不管是在内网还是在外网上 所以我们不可以放弃这个机会 或者是让这个服务很简单的就过去 虽然它的动作真的不难 但是如果我们有必要去做一些进阶设定的时候 我们会除了man page以外 希望能够让你多了解一些这样的过程 那这些过程呢 事实上跟权限 跟所有权 跟一些客户的要求的部分 都可能会出现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 FTP伺服器设定 预计都会讲到九次 八次九次 应该是八次 那所以在八次这个过程中 或甚至是更长的过程中 你可以注意看一下FTP相关的标题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希望你不但学会基本的FTP协定 满足考试的要求 我还希望你更进一步的 能够更亲近FTP伺服器 因为FTP的设定 是每一个IT人员都必须要具备的 基本的要素 有多基本 是非常非常的基本 在你学会Linus的FTP伺服器设定之后 你更进一步的看到 其他的作业系统上面FTP的用法 你就会更有信心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环 虽然你学的是基础 但是我们不希望因为 考试的过程比较简单 而轻松的带过这部分 可能是这个对你的长处 长讲长远来说是很不好的 那首先看这张图 我们这个slider 反正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状况 FTP伺服器的协定是 我首先在这个地方 打开一个FTP伺服器 当它启动的时候 它在TCP21 listen 在TCP21 所以等一下我会结合 这个Nest Data的状况 来让你看一下 它的Port 有没有FTP伺服器的启动在后面 然后它现在FTP伺服器 很必要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这个过程就叫做Passive Mode 所谓的被动模式 被动模式跟主动模式 分别是两个不同的Generation 两个不同的Dive 首先如果我们讲主动模式 是指客户端 客户端可以是你的网页浏览器 可以是指令行 可以是特定的FTP客户端的软体 那你说你当然比较常用网页浏览器 去沿上FTP伺服器 虽然FTP是确实是 只做档案的上传跟下载 可是你没有注意到 我们的上传的动作 却没有办法用网页浏览器来达成 所以如果你要 你要用FTP客户端 我们可以用Nautilus 就是Linus上面的档案管理程式 它也可以帮你做这件事 那么特别的是客户端 连上FTP的时候 它就要遵循Port的设定 也就是这边有个38338 这是我乱写的意思是 客户端连线时要使用1024以上的Port 而连到FTP伺服器的上面的时候 FTP伺服器上面的Port 就是所谓的伺服器的设定Port 或者是伺服器接受连线的Port 是固定的TCP211 是TCP协定 所以这里有三方交握 3Way Handshake 但重点是 FTP伺服器回答你的时候 它会从一个乱选的RandomPort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乱数产生的Port 或者是它指定一个Port的范围 所以等一下我们看设定的时候 就会看到这个 这是Passive Mode 所谓的被动模式的 一个随机产生的 或者是按照顺序所排的每个 它可能换一个Port 就进三位 或进多少位 在这个过程中 由事前指定的范围 指定的乱七八糟的Port 回答给你 这是我乱写的49449 当然客户端在接收连线之前 会先跟客户伺服器讲说 我等一下在49449等你 那FTP伺服器就会从4949送过来 也就是从它的乱七八糟Port 它的目的地是要连到4949Port 所以你跟它讲个LS送过来 它回答给你的时候 会从一个未知的 或者是你没有办法 它事先知道的Port 把LS打回来的结果 就是档案的列表打回来给你 你在客户端上可以看到 所以FTP伺服器的设定的过程 基本上很简单 可是我们要如果进一步的讲 讲到深一点的过程 事实上也是蛮深的 所以千万不要放弃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非常的好用 它可以上传可以下载 它的使用者的类型很多 你要去斟酌你在使用者类型的时候 什么样的使用者应该用在什么样的服务上 比如说最常见的一种使用者 事实上是下面这个 这个东西叫做Anonymous User 等一下看到Anonymous User 登入的时候 它用的账号叫做FTP 你也可以写这个字 小写A-N-O-N-Y-M-O-U-S 当你用这个使用者登入的时候 它会进入一个集中的目录 这个集中目录的设定 由这个参数来设 这个参数叫做Anonymous Root 一般来说它的目的地是VAR FTP 这是未设定时的预设值 这个预设值并没有出现在设定当中 它隐藏起来了 你如果要改才需要写这个参数 另外如果针对一般有账号密码的使用者 我们会希望你用Local User 而Local User呢 在没有设定Local Root的状况下 它会预设使用使用者的加目录 当作登入的终点 那在这个时候 Local User指的就是系统上 有账号有密码有加目录的人 通常在一般的状况下 我们不会欢迎人家 直接用系统账号登入FTP 因为我们多半希望系统上的Unix账号 是除了管理员之外 象征性使用 那除非你的来访的人 都是对Linux Unix有认识的人 你可以开放这种服务 给这种人在公司里面 那如果是在公司外面 你不会希望外人 登入线上的账号 拥有加目录的权限 因为这些人 只要一进来 他可以稀一点点 往上到后目录 再稀一点点 就到了根目录了 所以我们就算要设定Local User 我们也会希望 能够将Local User 锁定在他的家里面 所以像这个过程 我们等一下就会需要 特别给你关照一下 Local Root 是专门针对某些特定用户 去指定这个使用者的家目录 那么在这样的过程中 我们等一下会讲一个特别的案例 也就是希望 我们希望在补足上课中间的不足 所以你看到的 不管是旧生或新生 尤其是旧生 我们上课的时间 因为很短 没有办法搞定这个部分 你就可以趁这个机会 多了解一点 在FTP上面 针对特定用户使用者 比如说我要用一个叫做 爱丽丝的用户登入 登入之后 他可以去到系统中的 其他的目录 不一定是家目录 比如说爱丽丝是 这个系统的网页管理员 你可以让他登入之后 进入网页目录 那这就看你的 那个系统的设定如何 第三种用户 这是比较少用到的 也就是一般的FTP伺服器 不会允许local user进去 那么第三种用户 就是guest user guest 这种人 他登入的时候 就是用他的 正常的usernet 跟password 但是他不会进到家目录 他被赶到一个 集中的目录里面 这边所指的集中的目录 都是指这后面指的目录 是一个对FTP用户来说 看起来是个根目录的地方 而这个根目录的地方 他没有办法往上跑 跑到目录里面其他的结构 你可以在这个目录底下 做其他的结构 让使用者往下跑 所以使用者会被锁在这里面 而锁在这里面 人家就叫他 这个叫做changer gel 的过程 那么我们在讲 这个设定档的时候 你顺便可以看到 等一下我们把伺服器装起来 ETC VSFTPT目录 这是VSFTPT伺服器的主设定目录 里面有一个设定档 那他设定档还是很多 有其他的 这个主设定档是他 他的main page在这里 要用main file 你才看得到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预设的下载目录 就是anuminous下载目录 是VAR FTP 对于这个目录来说 他的seeniness contest 是public content type 希望你了解 这是预设值 如果你想要 把预设下载目录 放到 这个 放到其他的目录上 你一定要把 那个目录的类别 就是seeniness contest type 改成public content type 所以你一定要切记这件事 要不然的话 你很容易就搞坏 那 我们在这个时候 回来看一下虚拟机 我今天这个虚拟机的状况 是这样的 它是一个 还没有装ftp的虚拟机 rpm-qa grab ftp 你可以看到 它并没有装ftp伺服器 这reportconfig ftp 这都没有 这完全没有ftp的设定 那等一下我会把ftp装起来 装起来很简单 y1 install install vstftp ok 好 这样子装起来 装起来以后 好 这边有一个 下载错误 好来看下载错误 那原因是什么 rpm-base 它说 no more mirrors to try 这应该是 跟使用者的 就跟这个地方 虚拟机的 名称伺服器有关 那名称伺服器呢 它指定到的是 254 那时候我就改一下 把我的名称伺服器给它打开 在我主设计这个地方 你看我现在这台 在区域网上是这个IP 所以我要在这边加个IP位置 IP address at 192.168.0.254 斜线24 广播位置 自己算 Device BR0 我做在BR0上 然后我把我的名称伺服器 Service NAMD Restart 启动 OK 那这样我的虚拟机 就可以找得到了 看一下 过了 好这是 我用上课的时候 所用的老师的电脑 在做的一个示范 好装上来了 我们现在去一下 ETC VSFTPD 这里就是刚刚装上来的设定档 设定目录 那另外一件事 你要注意的事情是 我这边可以开一个 对于LOG来说 VSFTPD有自己的LOG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它应该会在 等一下会在这个地方 多一个VSFTPD的LOG 这是另外一回事 SSSD 对 这样子 它应该有个自己的LOG 那 另外 我们对于下载目录 你也必须要去把它 包管进来 我们先用预设的下载目录 来给你看一下 这样的过程 CD VAR FTP 在这里 已经做好一个基本的PUB 这里面什么都没有 好 所以呢 稍后我们等一下回来 会开始谈到 FTP的基础设定 可疑 让我们定义 准备 快走 waited 快走 快走 还是 穿过来 decision